我叫挥发纳拉书圣 那以皇上要封令妃为皇贵妃 这无疑是要架空我的权力 让我多年的努力复制东流 我约来红咒 希望她可以帮我阻止令皇贵妃 可她却嘲笑我 嘲笑我还对红利抱有希望 可我没想到 红咒尽起了谋反之心 想要取代红利的位置 我被她吓得惊风失措 可她却一脸认真地告诉我 会在南巡的时候动手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我虽然不赞同同仲 可她的这番话 已经在我心中起了波澜 不久之后 南巡正式起航 可她却一直沉迷与阴阴面面 我劝她将这些不合理处的歌姬撤下去 她却对我的话置入网门 反而令妃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 她就将歌姬全部撤下 我真的伤心极了 为什么我处处为她着想 处处将她放在第一位 可她却还是不在乎 我熬尽所有的力气和真心 最后也只是感动了我自己 这一刻 我再没了牵挂 我答应了与红皱合作 可当船舱烧起大火的时候 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我不想她离我而去 我生死历劫地呼喊他们救人 可红皱却将我打晕 还回了房间 等我在醒来时 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地 我单若目击地站在那里 这一切都如梦境一般 但是我知道 在梦里梦见的人 是醒来见不到的人 就在红皱沾沾自喜的时候 花厅内的楼梯突然打开 而里面出来的就是皇上以太 这一刻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失望 我迫切地想去关心她 可她对我还是一副冷淡的模样 她很快就将模反的红皱处理完 转而向我投来了怀疑的目光 她解释这个东西 让现在的我看起来像个罪人 然而更严重地还在后面 春望突然跳了出来 她说我跟红皱有私情 而且还在红皱的身上 搜出了我的贴身玉佩 我真的是百口莫逼 我终于知道 让我对皇上失去信心 带到这所谓的私情 都是春望在背后推波助澜 但这些都不足以让我心碎 直到令妃安然无恙地走出来 将我那仅存了一支希望 彻底的击碎 原来她一直最在乎的是令妃 可怕自己身处险境 她还是让所有的侍卫 去保护令妃 而我的 她或许从来都没有想起你 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想要冲进火场 旧的丈夫 为什么我穷尽一生去爱的人 到最后换来的去世 她对我的不信任不理解 我真的想问问她 你有没有那么一瞬间 心疼过我的执着 当你没有在意我的那一刻 我就觉得没有意义了 我用最后的卑微和纠缠 不是为等你回头 只是为了让你看清我的太阳 我拿起刀割断自己的设法 或许只有这样 才能让我释怀吧 她将我且送回了此进城 卸掉了我管理六宫的权力 却留给我一个皇后的虚拟 我遇着红皱对我的一片痴情 我流下了不甘的眼泪 可她我这一生的深情 错付了 我曾经天真地以为 相爱可以抵万难 可后来我才知道 花开两朵天各一方 也是常态 我本以为我最大的遗憾是 所爱隔山海 可后来我才知道 还有周可多 山有路可行 然凭的是她那颗不珍惜我的心 我向令妃叫到成前宫 我想问她是如何得到皇上的真心 可她却说出了让我后悔一辈子的 先说出口喜欢的人就已经输了 可笑吧 原来我从一开始就输了 输给了红利